同樣很難買單的就是 這個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 他投資的亞太電信4G 昨天正式開台 打出的是這個560塊錢的超低價吃到飽 但是呢現在卻被發現了 原來亞太的4G訊號 是跟結盟的台灣大哥大 用借到的方式借來的 現在可以說引發了不少使用 比較貴的台灣大哥大費率的使用者 紛紛抗議 同一個空間可能使用同一個頻寬 但是台灣大哥大卻要比亞太電信 多付出一倍多的價格 不貼心嘛 那我就直接轉到亞太就好啦 我幹嘛還要用你台灣大哥大呢 跟亞太共享的時候 我們的價錢費率卻比較高 那我們是不是就覺得我們有吃虧了 原來新亞太用戶4G吃到飽 從560元到898元都有 但現在傳出新亞太 因為激勵站不到600站 轉向借到台灣大哥大網路 但台灣大哥大用戶質疑 使用同一個網路花的錢 卻比新亞太貴了55% 沒有積極的建設 然後利用一個漫遊的方式 我想這不是政府開放 但台灣大表示只提供部分激戰 公新亞太4G用戶漫遊 雙方網路仍有不同 但學者跳出來說 業者玩網路吃到飽 就要有能力自建基地台 NCC得出面主持公道 業者標到平埔 可是他是用別家業者的 這樣的一個設備來提供服務 那這樣的話就會造成 這個平埔就會淪為 業者的這樣的一個 金錢遊戲的一個標的物 呼籲NCC查清楚 到底有沒有一站多用 還是一品多用 別讓消費者在低價的4G站中 還是持門虧 東森財經新聞蕭涵李楊麗 台北報導